在很多人印象中,女明星一直是个神奇的物种,尽管冰冻三尺,她们依然能穿着薄纱丽服,无袖短裙在室外摇曳身姿。 然而事实上,女星们并非是不怕冷,前几天赵丽颖在出席某活动时,就频频直呼太冷了,更是字铺已经被冻出眼泪了。 至于当天与银宝出席同一个活动的女星徐璐,别看她在红砍上大秀美贝以及性感缩骨,但当记者的镜头稍微偏一下后,她就忍不住开始搓手取暖了。 而跟徐璐一样,也选择了大秀美贝的关小彤,在躺动的功力上更是稍逊一筹,直接被冷到五胸口,说不出话了。 此外,妮妮、郭碧婷、杨幂等女星在面对要风度不要温暖的境遇下,也是不同程度曝露了自己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抗动。 而在近日电影《心理罪》发布会上,刘诗诗虽然脸上表情淡定如初,站姿笔直,甚至连舞者标志性的脚背弧度也是全程未变,但一双被动到发子的腿还是证明她其实冷得不行了。 不过刘诗诗还是很幸运,因为当天她的男伴是有着暖男属性。 M。 不,已经被娘娘孙力调教好了的奶爸邓超,对方直接给她送上了一条家荣家后的保暖秋裤,还是时髦的紫色条纹款呢? 让刘诗诗等下下场就换上重回温暖的怀抱。 Bot,别看邓超对于刘诗诗这个女伴风度偏偏一连暖。 新绅士的既是感但她早前与另外一个女伴刘亦菲出席活动时就没有这么贴心了。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彼时天气还不算太冷,刘亦菲穿着长裙也没有露出腿更用不到秋裤的缘故。 不过对此,网友却是纷纷表示,看我超哥的眼神可不是用不用得到秋裤的问题,明显是不忍知是神仙姐姐当天的衣着了。 而网友这么怀疑也是有根据的,虽然当天刘亦菲以灰色休闲风的多层次西装扫马甲搭配黑色长裙亮相,整体竟显直清美。 但细看她的裙子因为太过于透明实在是令人有些难以知识,让无数网友大呼仙气不够。 至于她本人大概也是有些后悔。 搭配了这么一条裙子因此被拍到频频低头拨弄造型。 而UI超哥虽然因为参加了跑男等逐多综艺以至于有了二货的人设,甚至在悟空问答上还有网友表示很多女性因为她爱搞事情都不愿意与她同台。 但从本质上来说她还是一个好男人,刘亦菲这身打扮让她实在不能去过多关注她,毕竟看多了就不止尴尬一回事了。 不过诸多女星的美丽动人还是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娱乐圈不好混啊,既要有实力也要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美好形象,真真是看着就好心累。 感谢观看